EC05是以GoGoro能源网络平台以及现有车款为基础 由Yamaha重新打造外形之外 凭借品牌60多年的研发造车经验 进一步针对骑士的骑程三角 车辆悬调与刹车设定等整体平衡性做进一步优化后的产物 相较于GoGoro则重在建构一套创新思维的换电平台网络 Yamaha EC05便是在原先的优势上更进一步提升了 作为交通工具人身与骑士间的骑程体验 加上遍及全台的贩售通路 提供更为强大的维修保养后勤服务 可说是发挥产品优势一家一大于二的最佳例子 从EC05整体的外观上不难看出GoGoro2的影子 然而在许多细节上经过更进一步的琢磨 双色材质的烤漆搭配更有张力的车身零线 为圆润的外形增添不少阳刚气息 上翘内缩的车尾 使得EC05多了先利落感 后侧板则采用双色车壳 并一直延伸至坐垫上 产生以后轮为支撑 向前上方45度 更低而起 即使前行的视觉印象 让EC05即使在静止状态下 也有着如同向前驰骋的动感外观 全新设计的LED大灯 外围采用两个半圆形的定位光圈 散发浓厚的未来科技感 鞋板造型也比Google S2更为厚实 增添了不少男子气概 车头上也多了动感的小风景 让整体外观更有形 EC05使用大面积全液晶仪表板 辨识度极佳 时速 时间 里程 电量等资讯 皆一目了然 外围的气氛灯 也提供多种颜色 能依照车主喜好自行设定 表板的角度 经过重新设计 即使在骑乘时 也能在不影响路况注意力的情况下 轻松判读资讯 此外 YAMAHA还设计了EC05专属的YAMAHA Live EV APP 除了可以与现行的YAMAHA Live APP做系统上的连结 还能享有更多的优质服务内容 在现行的YAMAHA Live APP部分 主要是针对车主与YAMAHA店家通路间的连结 提供预约保养 线上维修履历查询 车辆保养要点等服务为主 而新增的YAMAHA Live EV APP部分 则是进一步针对车主 与EC05之间的连结互动 藉由车辆与手机 直接以蓝牙连线配备 提供各项个性化设定功能 例如仪表板颜色 呼吸定位灯模式调整 前后灯光延迟关闭 自动解锁 自动开启车厢等功能 这也是新能源电动车 比起传统交通工具 融入更多3C智慧产品 这类丰富生活的元素在里头 左手把总成方面 由上而下依序式 静远灯 PAS灯 方向灯 喇叭 其中方向灯采用过弯后 自动关闭的设计 相当有科技感 如要自行取消方向灯 只需在同方向 再次轻按一次 便可解除 GoGoro S2上 相当方便的车辆自动倒退功能键 同样安装在握把前方 右手把总成方面 由上而下依序式 双簧警示灯 坐垫开启 仪表里程显示转换 赛道方格旗模式 Smart节能模式 而在节能模式下 也能开启方格旗 让人好奇 究竟是什么情况下 才会想要 用这样的模式呢 EC05的中控使用 最好的腰部支撑性 也让前后座的乘客 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提供长途骑程时 更为舒适的坐姿 此外 芳华材质与小腰靠的设计 也能让骑士 在EC05强大的加速性能下 可以更轻松地固定住身体 进一步提高车辆操控性 LED光环式尾灯 采用与头灯相同的设计与会 能依照车主喜好设定车辆 在怠速时 以呼吸式的频率闪烁 简洁的后浮瘦设计 在一车时的握持感 也相当不错 有别于Gogoro车系圆弧的踏板 EC05改为更平整的设计 踩起来非常舒服稳定 由于少了必须安置油箱的限制 踏板与座椅间的距离较远 其自更为自然放松 虽说踏板的前后距离 并不宽裕 但还是可以轻松收纳背包等物品 前方也提供挂钩的设计 实用性还是不错的 后座乘客脚踏 使用按压弹开的可收纳设计 收起时的外观整体性相当不错 EC05拥有容量25公升的坐垫下置物空间 即使是有猫儿的进口全帐帽 也能轻松收纳 后方还有些许空间 可以放入手套 与衣等小物品 表现相当不错 如果与手机配对后 也可以直接 由手机遥控解锁置物箱开关 置物箱下方也内建了USB插孔 能提供5幅1A电流输出 相当贴心 EC05的动力系统 采用与GoGoro2相同的 铝合金水冷泳磁同步马达 可输出9.5P3000转的最大马力 与26牛顿米0-2500转的最大扭力 对比目前市面上七骑环保的汽油车 可说是好不逊色 升级的制动与悬吊也是EC05的一大卖点 前悬吊使用大口径前往前插 后避震也多了市面上相当稀少的阻尼可调功能 这可是许多高阶改装避震器才有的配备之一 前轮采用180-14的大轮镜设定 提供更好的路面舒适性 制动系统同样使用了相当高阶的 辐射对象四活塞卡钳 搭配245毫米碟盘 具备Bosch ABS10前后双回路刹车系统 有效避免车轮锁死 缩减刹车距离 并且原厂就配备了金属刹车油管 同时还设有前后联动刹车系统 后轮同样使用E107013的大轮镜设定 并直接采用链条传动 少了传统汽油车后重传动箱的束缚 看起来更为简洁利落 但外露式的设计在保养上也需多花点心思 时常把链条清洁上游 才能避免生锈异音的情况发生 后悬吊彩用双枪式设计 且提供预载阻迷可调的功能 后制动系统则是单向单活塞卡前 搭配180毫米碟盘 同样使用金属油管 由于联动刹车的缘故 反而成为主要制动来源 EC05使用运动感强烈的分离式车牌架设计 但这个位置在停车时很容易让车牌被踢歪 建议额外加装车牌底板比较保险 骑乘三角方面 EC05的座高为768毫米 由于坐垫前端较宽 对身高不足165公分的骑士来说 可能会稍微吃力些 但好在车身给人的感觉非常轻巧 实际使用上并不会有太大问题 后座同样拥有相当充裕的乘坐空间 即使双载也不会有不适的感受 EC05有着与汽油车不一样的轻松骑乘三角 较低的踏板位置 以及恰到好处的手把距离 让身体以很放松自然的姿势骑乘 坐垫感觉稍微偏硬但支撑性十足 这样的设定 骑长城时反而较不累 且坐垫使用防滑材质 不用担心身体一直滑动 肌肉不会随时处于紧张的状态 即使是双载的情况 充裕且平坦的后座 加上尾端稍微上翘的设计 乘客同样能轻松固定住身体 GoGoro相较于传统电动车最大的进步 便是这套化时代的能源供应网络 让以往电池需耗费长时间充电 以及续航力不足的缺点得到了解决 比起卖车 建构起新世代能源网络 才是GoGoro真正想做的事 这也是促成GoGoro与Yamaha及其他机车大厂 合作推出共用平台的契机 双方都可以在节省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双赢 好处便是EC05的用户 同样可以使用GoGoro位于全台的供电站 大大降低对于续航里程不安的心理因素 随着换电站的普及 可预期使用体验也会更加便利 EC05相较于GoGoro更多的优势在于 除了超过65年以上造车经验 在人与车辆互动的人因工程设计上 更为成熟体贴之外 更多了Yamaha遍布全台的完善后勤保养体系做支援 目前 EC05提供冰川辉 极光蓝 墨黑 银白 四种车色给消费者选择 另有提供多功能置物价 行车记录器 后置物价 胎内式胎压侦测器 等多样原厂精品供车主选配 有兴趣的车友欢迎来电洽询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并开启小铃铛